费德尔开季以来为书球挺进印第安全四强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印的安全网在四强出炉不老费罢费德尔 Roger Federer直落二金松击败韩国新兴证券 更强势轰出12G艾斯球 拉出开季不败的16连胜 追凭自己在2006年生涯最佳记录 这是两人今年第二次碰头 不过上次在奥网四强战正选因为脚底水炮 打不到两盘就退赛 这次两人再度一决高下 由经验老道的费德尔继高一筹 以7比5 6比1获胜 费德尔开季以来人未尝过输球滋味 拉出16连胜 追凭自己在2006年的生涯最佳记录 费德尔赛后说道 我很高兴能维持再好的水平 大威也是一样 他也提到37岁的女网好手大威廉斯 Venus Williams也在同个赛事挺进于当四强 四强战费德尔将面对世界排名49的 克罗埃西亚小将李奇 Bonna Coric 另一边则由商与回归的加拿大巨炮罗尼奇 Milos Rionic对上阿根廷好手波特罗 Juan Mottendale-Potro争夺决赛门票 印的安全现场众星云集两位退役的传奇名将 罗拉沃 罗拉伯 莎拉伯 山普拉斯 匹 山普拉斯 以及比尔盖茨都到场观看比赛 传奇球星山普拉斯中也到场观赛法新社